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不了了 不行了 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我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几天几夜 我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哦 海上的浴眩感越来越强 现在我的身体数据持续下降 怎么也不能恢复 吐一吐 感觉好多了 已经上午11点多了 我必须找一个小岛修整一下 依我现在的状态 即使找到海怪也不太适合应战 嗯 前方那是海上浮标 莫非 我已经抵达7500海里处的 第二只海怪所在地 已经航清了这么久 应该差不多 我决定先过去看看 哦 号码 关闭发动机 这海上金属浮飘 看起来有一定年代了 直径大约有三四米 这要比以前的浮飘更大 那么 这下边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海怪 才用得着见到这么大的金属浮飘来提醒 哦 看来这次海怪不简单 戴上长毛 先下去探查一下敌情 这锁链直通海底深处 跟我以前见到的一模一样 并且还要粗 还要大 这锁链足以我半个身体粗了 不过 怎么没有看到海怪呢 难道是我找错了 不应该呀 哦 不行先上去 否则我会去养的 等等 我的天哪 他没带海底 就在这附近呢 这 这就是我要寻找的 第二只 有着解封钥匙的海怪吗 我躲 哦 看样子 的确是了 这是一只 巨大无比的超级大王无贼啊 哦 这家伙太聪明了 没带铁链上盘着 竟然 在周围潜伏着 哦 他太大了 比我的船还要大 一直在我周围徘徊 嘿 我也躲着了他的处须 否则 被抽中 或者偷下水 就糟了 这可怎么办 他来得太突然了 我毫无防备 什么巨型兵器 和放大药水 都在船上 并且 他一直虎视眈眈的盯着我 对我一次又一次的 发动了袭击 不能再下去了 先利用手动武器盘他 嘿 我被抽中了 大意了 不行 我现在身体更加糟了 我得赶紧上去 撤离这里 该死 又被抽中了 这家伙 一点都不给我反击的时间 我的皮肤 被抽的皮开肉绽 已经流血 我的条件 不允许继续战斗 得赶紧撤离这里 我的天哪 该死的 真的是一点时间都不给我呀 赶紧走 再来一下 我的小命就没了 启动发动机 开始后退 我的天哪 他追过来了 加速后退 终于看到一个小岛了 好久没有踏上陆地了 我需要赶紧停好过去 我的身体 已经非常糟糕了 哦 脚踏陆地的感觉 真好呀 这小岛 看起来比较正常 天已经黑了 现在附近安影吧 哎 这次真的是惨败呀 主要是 我的身体 当时并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 然后 因为它突然袭击 我也低估了 那巨型巫队的实力 哎 总的来说 太大意了 现在 我只能先好好休息休息 我太累了 晚安了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